兩分鐘第二回合 準備 請處理 專精研究名偵探柯南的資料指出 請問連載的漫畫中 以哪一種凶器造成的命案最多 A 毒殺 B 銳器的傷害 我的答案是B 處理 柯南看得多嗎 不多 你猜的對不對 對 我純粹 這個我真的純粹猜的了 請介紹 您正在柯南有看嗎 是不是瑞奇亞 好 根據一位波羅克博主的統計 他就說其實柯南 從他一開始在這個週刊少年 1994年開始連載 一直到2021年的12月底 截止總共28年當中 現在已經出過了1000多話了 你知道在這裡面 他總共死過多少人嗎 500多人 而且男生的這個比例 比女生還要再多 而且在這個死亡的死者當中 多半都是社長 那如果社長過世的話 殺他的也多半都是他的員工 而且行凶的方式 這個銳器攻擊 是遠遠的多過毒殺的 還是一百到一萬 好的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今天很難贏 請注意 下一題 通過照片能夠讓家具別人 對自己的心動感 請問最讓男生心動的拍照姿勢 是什麼 A 用吸管喝飲料 B 拿物品遮掉單隻眼睛 物品遮掉單隻眼睛 我的答案是A 主力 用吸管喝飲料 你覺得看他吸酒很開心就對了 多吃多健康 不是啊 因為知道單隻眼睛 就感覺眼神的交流變更少了不是嗎 很神秘啊 很神秘啊 這樣很像測試力一樣 就會想要測試力 對啊 測試力的時候才會這樣子 可是其實滿多專輯 不都這樣嗎 對喔 遮住眼影的更讓人暴氣啊 來 請揭曉 來 劉璐淳 好的 一萬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對不對 總要分配一下 恭喜 今天很旺耶 完蛋了 今天很旺耶 請出餐禮 日本人的用餐禮很講究的 請問用餐完畢之後的筷子 應該要怎麼擺會比較好 A 鞋靠在盤子的邊緣 B 放回原本的紙袋 完畢嗎 對 完畢 我的答案是B B B 鎖定 B 是嗎 我 我 你放回去過嗎 我會 我不是日本人 對啊 太禮貌耶 對 放回去那個紙 那個紙套子裡面 我會 你會 娘 董姐 你好你 這個是A 因為那個我們餐飾料理的時候 也是那個有 鞋子跟鞋子是比較好的 刀叉 那你講的是刀叉 他講的是筷子啊 還是A 還是A 還是A嗎 我沒看過這種的日本人 放回去 沒看過這種日本人 沒有看過這種日本人 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什麼意義嘛 對 沒有什麼意義嘛 對 沒有什麼意義嘛 對 有可能電影也會誤會 還沒用 接下來電影也會誤會 還沒用 很危險 對 你們是真的日本人嗎 你們應該現在 被電影問完 對 就這樣 對 來 請介紹 沒有 沒有啊 沒有 沒有 日本人呢 他們呢 是非常有禮貌 其實很講究的民族喔 那他們在用餐的時候啊 這個筷子啊 如果有時候我們用免洗筷 會有一些那種 跑出來的那一種 這個刺刺的小竹籤啊 其實千萬不要這樣 互相這樣子 互相交叉摩擦 他們會覺得比較粗魯 你就用手輕輕的 把它剝除就好了 整個用餐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是沒有筷架的話 如果你要暫時 把筷子放下來呢 就是可以把它斜 靠在盤子的邊緣 但是注意 不要把那種很多 有髒物的部分 對準了你的這個 對面的人 讓他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狀況 會覺得很骯髒 很噁心喔 那整個用餐完畢之後呢 再小心的把這個筷子呢 放回本來的那個套子裡頭 然後上面做一個 折角的折痕 讓服務生呢 他們能夠看得出來 這個是已經用過的 才不會又誤用以為 是全新的免洗筷喔 奇怪耶 你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意思 你好想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來 準備 命運獎金數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謝謝 一萬元 今天真的休息了 今天真的休息了 已經結束了比賽了 太休息了 一分08秒 繼續往下加油 請出下一題 明美交友平台發現 請問男性覺得哪一種女性的 吸引力較大 會更願意主動的聯繫對方 A 個人簡介有用符號 B 個人簡介有錯字 好難 終於 我的答案是B 數定 可以啦 什麼意思 我覺得可能 有些男生比較大男人一點 他可能會覺得這個女生 如果簡介有錯字的話 他可能比較沒那麼精明 比較可控制 竟然是想到這裡 很生靈 來 接著 最少就有兩千了 最多兩萬 有加零 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你看厲害了 恭喜 好厲害 來喔 請出題 曾在台灣辦過的發呆比賽 起源於韓國 希望能夠在城鄉的社會 好好放鬆 請問這是由誰發起的 A 藝術家 B 學生 我的答案是B 數定 不假思索是為什麼 應該學生比較有時間發呆吧 我藝術家才有時間 我學生的時候滿常沒事 就坐在社辦門口 就是發呆一個下午 就是坐在那邊 你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對 坐在任意社辦門口這樣 然後 魅力比學弟就跟學長 你好 請揭曉 終於答錯了 雙人的起立 好 這是發呆比賽 是在2014年 韓國的行動藝術家 所發起的 當時他覺得韓國的社會 整個氛圍非常的高壓 所以適度的發呆是放鬆 並不可恥 所以舉辦了這樣的一個比賽 看看誰是年度發呆王 結果在2022年 這個比賽結束之後 拿到第一名的是一個 電視節目的製作人 他說平常他的工作 就非常的燒腦 剛好有這個機會 來參加發呆的比賽 反而可以讓他的大腦 好好適度的休息一下 答題選轉移 藍成儀讓你感覺一下 三十秒 至少兩題喔 好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B 番茄鎖定 好難 好難想 因為你是猜的對吧 對 唯一的女生居然要回答 攝護線的問題 唯一的女生要回答 攝護線的問題 你現在這樣答這一題這樣 有指導 以後可以幫你的男朋友 你的老公去設想一下 請揭曉 恭喜 好 陳大天 來 看看你有沒有劉璐淳的 璐淳的那種靈感 兩位放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四千元 等等 太遠了 太遠了 還有一題 好好答 最後三秒會提醒你 好不好 請出最後一題 施助聊天可以放鬆心情 但是研究發現 請問跟哪一種人聊天的過程 會更燒腦 A 社會階層不同的人 B 年齡差距大的人 請 答 我的答案是B B所定 怎麼猜的啊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跟年紀差距太大的聊天 都會有代溝 代溝 對 但是如果 像我會喜歡跟 就是社會階級不同的人聊天 因為想要去多了解他們的 就是大家不一樣的 階層不同 可是社會階層不同 我會不懂你在講什麼 我指的這個燒腦 請揭曉 好 最近在聊天的時候 就是縱使有一些人 年齡差距很大 但是還是能夠成為 望年之交 但是社會階層不同 往往你的生活的型態 經驗甚至是 知識的水準 都不是在同一個 這個條件之下 有時候真的很難 能夠聊出兩個人 都能夠有共同的話題 來 三千獎金 藍承宇跟陳大天 是一萬元 泰田 泰田跟三木呢 Micky他們這邊 淡薄名利 還是一千 在佐伊峰跟劉禄水 已經上到了七萬九千元 恭喜 贊助 答理選轉移了 來 三木加油 來 全明星空略 模範聲音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